我是史考特,台湾出生,13岁移民美国 曾经对人生非常的困惑,生活也过得差强人意 直到34岁那一年,突然接触到灵修和量子物理的知识 将他们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之后,人生终于有了明显的进步 现在我担任美国上市企业执行业务总监 管理最高业绩团队,同行业绩全球冠军 同时也担任南美洲古老萨满仪式,神圣草药的携帮人 引导上百人参加灵性仪式 这个podcast是记录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一些概念 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有益处,欢迎一起分享 请搜寻史考特给自己的笔记 今天博多有意思,好问的是 看那些笔记的都知道他啦 曾文成,真功! 敬贤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想说真功,有这个功就是,来请问真功接受笔记多久了? 你如果说接受应该是小孩时代啦 我们这个年代大多数的人,差不多年轻时 小孩时就开始看押球 当然,有人说朋友有人说押球 我比较习惯说押球啦 虽然这带有东洋味啦 但是我感觉就是在外面打的东西 我觉得押球押球比较有那个味道啦 户外打的,讲的球押球 对啦,对啦,那当然一开始接受 押球应该是威廉普特啦 那我们的红月代带你笑 哇,好棒喔 对啊,对啊,当然我很好问啦 这帮你生意的时候有机会进来 如果说算这帮的开始接受的话 每年就三十五年了 我们生意之前就进去 所以生意就三十六年了 做球品 本身要什么训练吗 自己要共贵押球吗 还是要怎么样 当然我来做球品的讨论 我就觉得那时候差不多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我就经常说 啊,这个位置应该是打过球的人 鑽手高连退了 他才知道有些比较沉的东西 他可以说出鑽手和高连的 但是我把球贵押也没有说很在意 一定要鑽手给球 鑽手跟高连出身 重点就是说比赛当中 你有没有说比赛的内容 或者做一下议策 或者说现在的经营是怎么样 所以对我来说 我都够在合适 因为那时候 我刚刚说入门的时候 威廉波特是大家共同记忆 是 因为入门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电视转播嘛 不像现在一个数位工具好趟用 是 那时候做球评评论的风险 到现在有什么不想 这问题很好 因为一开始 我们做这个讨论的时候 一开始 因为 亚求应该 大家知道亚求是什么 这没问题 但是你要打到普通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阶段 第一阶段应该前五年或前十三 你会解释 什么防御力 什么叫做打带跑 甚至说投入 是什么东西 那差不多有教育的意义 过来中间的时候 你如果说这些东西 就不会觉得你多行 对 因为已经败了 对 你应该说比较深的 建设的讨论 这个参数 第五局第六局 可能他比较威力更强 你会跟他分析说 他可能是 建设的球数 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 这就是要 跟目前为止 我自己感觉 不管我是说 美国大联盟 或是整个阶段 都在公众 和职报 我感觉 变成有一个 我不知道 很多的球 会给我欢迎 有人说 听我讲究 跟你开港 有一个人在旁边 跟你开港 再去我们 你专美国大联盟 他就很习惯了 电视打开 他会吃他的雜糖 听我的什么 他觉得是一个陪伴 那当然这就要 跟一个 一个程度 因为 三十几年 都在比赛 所以 我的想法 应该是 大家比较习惯 但当然 你也不能说 和 他 老黑人在 廟店 说五四三 比赛 中间 也是很重要的 那些专业 对 我说到 我说专业 其实球评 我可以去 说这个球 还是这个 酸酒的表现 所以我一定 专业一定 但是 因为我们就是 刚才说球 说主要说什么 你也确认 第一 他比如说 想说打带跑 一些专业术语 要让大家知道 但是 不然说球 要两军相战 主要是要说什么 你觉得球 又更了解 这个比赛 第一 你要对 他的两个 酸酒 背景 要 或者 他的成绩 要 相当的准备 你要了解 第一 就是 比赛要开始 我是这样想 如果 就是电视 有卫民 你还在说 play by play 说 刚刚他打出去 这没什么意思 大家都看到 所以 我倾向 一开始 要 有一个 case 出来 因为 球评是这样 你不能 卫太多 你占主播 主播 主要是 全场 play by play 但是有case 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分析 是怎么做成这样 不能再说 他打出去 好漂亮 好漂亮 大家都有看的 什么球还在跑 对 是怎么 他会 就这样 像你说 今天我比赛前 跟他开工 他感觉今天做工 不错 定定 应该是说 除了 我们眼睛看得到 以外 可以分析 甚至说 现在 没人出局 一里有人 那 帅来 中高龄 可能会有什么 症疏 或是放到后一番 或是有些 循环 这个循环 也是要经历 现在是 0比0 第几宗 或是10比0 10比0 通常是没有什么症疏 你又说 10比0的时候 你又说 噢 现在高龄可能会 漏症疏 那是太多 所以 一些 他的背景 你要最多了解 这都 这都经验 另外一点 就是说 口条 因为 我们 通常 早期的 我们的高龄 和選手 退休了 要走 这条路 我最大的 挑战就是 他要说 法医 法医 因为我们 要求他 百分之八十 以上都说台语 较早期 所以 他起来的时候 他要转换成 华语的时候 他说得很不认识 一不认识 求的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不认识 他会坚持 电视公司是商业行为 不认识 他觉得你 不认识 机会 不让你继续 不认识 我实在说 做到选举 高年 退休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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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在公寄 的时候 你是用台语 说的 通常就是 都保证 不认识 当然 我也希望说台语 因为以前 台南一个电台 早期 在专业局的时候 专中华资本的时候 他用台语 整个地方都说台语 我认识 听起来很漂亮 然后 有那个 开口 要去 当然 他是要照顾 大多数的 消费者 对 所以 台语对他们来说 有点困难 但是我知道每年 可能有人 要尝试用 整个地方都说台语 我认识是乐观其成 嗯 像 正说要做求评 很资深的求评 你说 每天 如果是去做求评 你会进行 走两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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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去现场 是 那是如何 因为评论不是 讲话才发生的事情 主要就是说 你走两点钟 整个人故 甚至很久 主要就是要了解 第一个 这两堆 在访问 跟他们开港 这两堆的状况 要了解 甚至有时间 跟中高年 以前的红衣忠 在领域评价 高年开港 有时候 也不一定是说 要求的事情 就是开港 开港 他就会说 最近怎样 有时候 要问他 他就说 他就开始跟你说 救队的事情 当然 有的可以在比赛中说 有的是没法 但是 我觉得 你准备起来 你 可能比赛开始 你不一定用得到 但是我觉得 准备起来 就让你自己心安 你怎么播过这么多球赛 你觉得一个精彩 很精彩的球赛 你放不去的是什么 你一定记得 你说 最难忘的球赛 应该是两千坑一年 我们在田部 打世界杯子 最后一场 我们赢日本 那两个比赛 那些 岛修长这家 牵得很好 陈金峰又打两个风浪 我觉得那场比赛 像我们有段时间 那个电影 又在帮国歌的时候 就用那个卫兵 我觉得 那很难忘的 就是觉得 你第一次感觉 哇 全台湾都在关心这个来事 当然有 有人说什么一日求命 但是我觉得这也没关系 总是 那天你有在看 那场比赛 算了 整个田幕 整个野球政府 整四周都是求命 我觉得那个卫兵 应该会记得 我林生最后一天吧 你看 有人说比赛 因为运动比赛 是最好的 不论你原来信什么教 你什么 拜做一个董 在当下 大家都是 天台湾 都是 那都是同队 是 像这种 比赛 做 你自己的投入 你自己的心理 就是说 其实我是哪一个队的球迷 当然 我们台湾比赛 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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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我早期在专门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要公平 所以有的人可能 偶尔我这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做到这个地方 台湾在你拍的时候 当然情绪才会投入 我当然 不过我有听过我朋友说 他是珍光的谜 他是球评的粉丝 他说 珍光的讲评是他听过 最终肯的啦 最无偏心的啦 他说你如果好问他 你还要跟他说啦 是是是 不过因为你在那里是球评 你做过帮球的记者 记者说也是帮球的赤 你是是 帮球对你怎么明白 帮球是人生的一个很大 很大部分 对对对 对来说 情形文就像有 我经常说是我身对时代做对事情 就在这个职棒的风潮当中有参与啦 所以有一些问题 你觉得包括球评啦 高练啦 那我有一些 除了嘴公以外 我对夏基本上也很清楚啦 所以 这几本来找的 让自己留作记忆啦 以前我自己的公司 我的官方我也跟你说 大家记者说 你要想办法 做一些东西 你如果每天都在比赛 过的时效性的过 但是如果自己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流下来 那比较不一样 那比较不一样 所以 正说你也创业轨 是是 创业轨两次喔 应该算一次啦 那我最早就是出版社 专门出这个亚求的车 说起来不是亚求 对对对对 我的出版社很酷啦 说野球人出版社 当然有稍微使命感啦 要去那个 特抗风潮的时候 网络的 对对对 要去就成立一个 运动网络的公司 网络的公司的时候 跟2020一五的款 对对 我来把公司告出 那就是一块钱转让 那当时那个公司 其实是贪钱的 在台湾要做 提供可以贪钱的 可能只有我而已 哇 所以 我也很感恩我们母啦 因为这个事情 应该说我做了 没有跟她太多的沟通 一般的太太应该说 这样公司没劳 自己给身上交给别人 但是她也是支持我 我感觉是比较感心啦 其实这很多就是使命感 是是是 我看得出来 正说是使命感跟帮助 压求都有关系 再来的时间 我们来访问说 其实在台湾很多专业雷迹呢 不要说败了 正说没多久之前 应该算上个月而已 9月28 他说去开球 去开球 9月27 27 8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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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美国的资本大联盟 可以说这个MLB 这是一个很大的大联盟 起来 大都会是台湾日第一个 他是去开球的 邦球的媒体人 也是职人 马上回来 来继续问 很自身的邦球 他说压求求品 曾文成真公 真公在8月27 在纽约大都会台湾日 大都会是他的球队 对 那天球队的时候 他去开球 这问是什么 这台湾日 我所了解是2005年的时候 大都会 他那个所在离法拉圣 很近 跟七号地铁一站而已 法拉圣以前 小台北 那很多台湾人 现在 听的说是都中国人跟韩国人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 那时候 稍微因为地缘关系 他觉得那很多台湾人 那就办个台湾日 那一开始就是 那天定为台湾日 大家那天过后就觉得没什么 要去我们台湾很优秀的一个少年人叫韩 韩在他们的亚洲部 球队里面的亚洲部 做类似新销 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要把台湾日扩大 所以每一档的台湾日 他就邀请 对稍微有点能够代表台湾的 李彦哲 那卢彦勋 李安 曾雅琳 那些是这个 网红差账 也有 那去年是彭正明 所以 除了是腰车 稍微可以代表台湾的人物之外 主要就是他把台湾的元素 审泰柱 那些都抢去 台湾的小吃 我觉得他办法很成功 要去 过了当前他开始 你买票 他送你一串台湾 台湾的球衣 有一天我在视讯就说 你既然要做求什么 你怎么不在后面修台湾 修一号 就一种台湾No.1的感觉 他就觉得 这点子不错 他就去做 所以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所以 台湾日整个过程差不多是这样 越烦越烈越烈 说台湾日 如果是New York 法拉圣 Flashen 他也有一个地缘 他稍微有背影 就是比较多台湾人了解 不愧是要办到 这一天 这个球队有一个台湾的日 我觉得第一 他也要有一个评估 有支持的人 你要够多 人气 是是是是 他才来找说台湾有代表性的 听起来是有运动的 有网红 对对对 像真说他在找你 我跟他说说你是找没人 那你找我 当然 你客气了 他正式的公法是说 古人是彭正民嘛 他感觉台湾的职棒 可以跟彭正民这三个字能够 变你 应该是我 我说你这么客气 当然我 一路来看他这些努力 我们也是感到很感兴 所以他 跟我邀请的时候 我就是有话不说 说好啊好啊 这会好事 我真的说你去纽约 他要开球嘛 你跟他说 我知道你很高评 把人叫到讲到 是是是 说了一口好球 真的是说了一口好久 是是是 我自己还要去开球 我自己要说看看 是是是 所有的台湾人 我想很多人 都自己live回来 你是怎样 要练吗 其实我多少都在打球 我现在不用练 随时你看我打球 他们就知道 说较快 但是我觉得 很多人问话 你坚弱 其实不坚弱 而且 旧庄就是旧庄 那个气氛 三十几年 就是觉得 你去族连 你本命长 对对对 然后就 就叫他牵着 我就说 比较可笑的 保守找不对 共同朋友 卢健章导演 我也没看 对对对 我觉得求我不好 他也没心中 就感到很烦热 我也感谢 这次可以跟我配合 很感谢他 我有看到保守 其实他没去心中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运动咖 很厉害的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棒球不简单 我们现在看人在练习 一投 他就catch 这样练习 我觉得好简单 其实不容易 对对对对 不简单 首先就是 那个距离 距离 你能够 牵着狗 其实一般人 牵着狗 就不简单 你能牵着狗 还要进球 这边还接到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我觉得那个 不接到是很好的 素人就是这样 不过重点是 台湾日嘛 我们也看到 他不是刚才听 这个真公 他还有 他这整周还有 拉拉队 对对对对对 好可爱 看到乐天女孩 是怎么念拉拉队 他都要出去 刚才说就是说 他希望 每次的台湾日 都台湾元素 让人感觉说 我们的台湾在那里 他可能 整年都没在看予求 就是那天 一定临去支持 但是他也让人了解说 现在台湾的予求 其实有拉队 有这一块 不只是有 而且是很红的这一块 所以 我觉得配合在一起 真的是彻底的把 台湾职棒的 所有的一切 严肃都带进去 像说去美国 我也看有的朋友 已经去美国看邦局 会说你看 美国的邦局 那种专业 人不敢说 看邦局的人 那种心情跟台湾 都什么没想到 我觉得差很多 这可能也是我们的目标 第一个 求人很好 好漂亮 我经常说 明明是求不 怎么差那么多 第一个 这是 第二个人是一个家庭医学 就是说去看一看 我要去带我们太太去 大多月后 去波士顿 看比赛 坐好比较 三个大妈 整个都没在看球 在哪里开港 在哪里说在哪里说 可能美如也在哪里喝 对他们来说 当然胜负也是很重要 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 就是享受的气氛 晚上去 去 坐朋友开港 喝点米乳 看一个比赛 气氛 很好的 主要是气氛 我们台湾 医用 一开始 职棒 就是要变成 速杀的气氛 应该说 亚洲的国家都这样 很坚定 对 一个裁判 判的不好 是是是 仙虎兵有什么都会弹下去 是是 那早期 我以前看过 我真的要这么激动 嗯 他们比赛 美国比赛一个劍 我们比赛一个比赛看 不输对方 跟杀富之仇 很厉害 招孙子 不过我们也是最近我看到 以前那种孙子 感到很重 对 后来 那时候 球迷跟球迷之间 也很容易紧张 因为我们节目不一樣 对 我发到这样 不过不然 你也会越来越可爱化 是不是家庭化 这几年 其实第一个是 球连龄层 有的少年礼拜 第二个 经营者 包括你头说热天 热天早期是南米国 他们如果南米国这样一路下来 我觉得 他们重点是要贪钱 我说这才 这才是经营pro的一个 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你要想办法贪钱 想办法贪钱 他感觉 他不是跟其他职务队竞争 他是跟所有休闲娱乐竞争 所以他就用拉队 用比赛的 带 带五百元来演唱会 放烟火 他相当程度是跟这个动作 休闲娱乐 我觉得 他的方向是对的 他比较五六花 到辈子 辈子 辈子 朱 vapor 面对 辈子 日盈 確实怂 对 正說其實你的植埃 你的人生跟壓求 把得很緊密 包括要去美國 台灣日安的開竅 你對壓求還有什麼期待 你要做什麼 我覺得文化這一點 我現在相較以前的時間比較多 我覺得壓求歷史 一些東西想辦法漏下來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年輕時跟想法現在都沒有實行 我覺得看我當催生棒球圖書館 因為民航這些東西有人在做 我覺得日本就是棒球圖書館做得很好 它不是收中文的壓求歷史 日本不是跟收日本的壓求歷史 是全世界壓求歷史都放在那裡 我覺得這點花很感動 那有生之年看我當然都要催生這塊 雖然現在大家都看網路啊數位化 但是實體的書其實還是有保留的價值 不過我有一個感受是說 因為這也算 因為這可能開始走向退休嘛 是 這也算你把運動動作你 工作比較減少的時候 對 也是相伴的方向 是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不過我覺得 現在在聽到大家也差不多在想說 我如果時間有比較多 我沒有一定要一步到位退休 對 我時間開始多一點點 我們現在的人也不會去溝溝燈 我們去洗洗對不對 是 要怎麼陪伴自己 你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運動嗎 對 但是我覺得 進行也也會感受得出來 就是說我盡量就交我們太太 我常常說我們太太其實還蠻倒楣的 年輕的時候要陪著小孩子 老了還要陪著她的老公到處走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兩個在家的時間 不要等我們共同的興趣就是練鋼筆字 進行栽嘛 他做好做手工 而且這個曾公太太很有藝術感 很有藝術感耶 是啊是啊是啊 有時候他也要看運動 我們就電視開了 最近亞運在古板的時候 我們兩個也看了 就是盡量這個時間 因為我少年的時候 大家出差 每個禮拜都出差 有上次都去新加坡 轉播走去新加坡 背的時間比較久 就是現在我們兩個的步調差不多一致嘛 我覺得不管你是不是退休啦 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剛才看過之後 其實我對三四很有興趣的 三四的東西很有興趣的 對對我愛煮咖啡嘛 所以他就下去一些鑽研 我覺得不一定要等你退休啦 你越厚你會覺得保持年輕 運動和學習 我覺得這兩點 當然我生活很規律 我感覺前兩點會讓你覺得 其實你要保持你的年輕啦 今天方問的是鄭文誠真說 其實我們看他補房子 感覺他的平衡感很好 都不會在家裡這邊 像我們台灣對比賽的時候 會家裡自己這邊 他到底開始面對退休 開始運動 什麼東西 不過 但是因為這種時間開始多出來 這是不是也要一種練習 是不是要刻意練習 我感覺 我不是很能夠很明確給答案 但是我重點就是剛才說的 你要找一個在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甚至我對我來說 我覺得現在一天都不夠用 因為要買學的東西 不你那麼多 我們一些共同的朋友 彈簧歌音 你有感覺他們活得真的很快樂 對他來說 一直在學習 我覺得這點是我需要學的 保持學習 我覺得心比較open 是 大家有趣的來試試看 對對對 好 今天的訪問是鄭文誠 鄭公 謝謝你 謝謝 最精彩的能量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還有Apple Podcast 都聽得對哦 我可以觀察一下 你 highly感受到 自己在購物 再會 做一招 你有沒有